我现在宣布唯一候选人李家超先生在上述选举中当选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受到中联办唯一支持 也是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 毫无意外在1428名选委投票中获得1416票 得票率超过99% 成为香港史上得票率最高的特首 投票场外三名抗议群众举着布条 上面写的是已经很久没有人提过的一人一票选特首 只有三个人抗议但香港警方可不敢大意 投票所外的路边 天桥上全都有港警站岗 马路上架设汽车阻约装置 周边重要路口甚至海底隧道的对面 都有警察拦检盘查 总计动员6到7千名警力 港媒分析出身警戒的李家超 不像前几任特首有丰富的政经背景 预料他就职后最重要工作就是遵照北京指示 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 还有香港国安教育等紧缩香港管制的政策 TV新闻张志明庄志伟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